好那么花莲的疫情严峻呢 民众是来到一般药局 想要购买快筛剂都买不到 目前花莲快筛剂呢 是必须要到指定的26家的诊所 是经过医生评估之后 才会给予公费居家快筛试剂 那民众却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高风险的足迹重叠者 外出勘诊就会造成交叉感染 疫情持续升温 家用快筛需求大增 发放的公费快筛试剂 也由华林县政府运用在社区疫情热点 但就由邀请师认为 有些民众认为自己可能染疫 而为了确认而到医院进行挂号看诊 反而会造成疫情的再次传播 民众有些人私底下他想要 他也想要自己那种不要影响到全面的 今天如果我们 这些人都怀疑自己有对不对 我可能到外面去 可是这个确诊就是互相感染的激励其实更高 华林县卫生局对于中央所给的10万剂 快筛剂也研议两种发放的方式 医师到26家诊所挂号 需要经过医师评估取得 二是以快筛实名制 让民众可以到指定的口罩贩卖诊所药局 来实名制购买 从这一周开始 那我想只要中央跟我们所有的 就是原先卖口罩的贩售的一些药局 达成协议之后就会立刻启动 我们用所谓的快筛实名制 就是说你可以在我们的合约的药局 利用实名制的方式买到快筛试剂 就民众指出快筛试剂由中央来统筹分配 这样的管控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也就更容易在挂号看诊过程中 遇到相当大的染疫风险 从疫情爆发到目前 偏远地区民众对疫情的掌控与防堵 也都感受到压力 但是偏向地区老少小孩居多 要如何发挥最大的快筛试剂的防堵 考验着疫症单位的能力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